好,接著有個動腦時間 有三個試管 有新家氧化銅 有碳家氧化簽 有鐵家氧化美 然後開始喇喇耶,看他 這就是知道活性大小 判斷反應 然後問你誰氧化 誰還原,誰氧化劑 誰還原劑 第一個 我們發現呢 新家氧化銅 那根據我們所背的結果 新跟銅的活性 誰比較大隻咧 新跟銅的活性 誰比較大咧 帥哥六號 六號不在 就生三四號 新的活性比較大 所以新的活性大 所以 新家氧化銅 會不會有反應啊? 新家氧化銅 會不會有反應啊? 會還是不會啊? 新的活性比較大 所以新家氧化銅 會不會活...二號 二號 會不會有反應啊? 會有反應 新家氧化銅 會有反應啊 會有反應啊? 來,我告訴你好了,沒關係 我告訴你 新家氧化銅 產生氧化新家銅 好,來 看他一眼以後 請問你 誰是氧化劑,誰是還原劑 就是問 誰發生氧化,誰發生還原 你看出來誰氧化誰還原嗎? 那你會知道誰氧化劑誰還原劑嗎? 剛才是 剛才是起來的幾號? 2號 然後 所以要找一位小帥哥 小帥哥 23 誰是氧化劑,誰是還原劑 氧化劑 我剛才跟你講過 氧化劑有什麼叫氧化劑嗎? 不會喔 5 4 3 2 1 不會,請坐 有氧的叫氧化劑嘛 氧化銅叫氧化劑 所以誰是還原劑 新啊 跟你講過的氧化劑跟還原劑 都是反應物嘛 反應物這邊嘛 有氧的叫做氧化劑嘛 我們暫時可以這樣子看嘛 這是一個投機取巧的方法嘛 因為目前是得到氧跟失去氧嘛 但是有些你就這樣看就看不出來啦 OK 同樣的 碳加氧化鉛,股獸背過啦 碳跟氧化鉛 請問你,誰的活性大啊 有嗎?有16號嗎? 沒有 然後 怎麼都是男生啊 女生快問完了 12號 12號 碳的活性跟他誰大 碳的活性比較大 有反應嗎? 有反應嗎? 碳的活性大可以把牽的氧搶過來嗎? 有反應嗎? 有反應嗎? 你讓我寫給你 淡加氧化鉛,反共二氧化淡加鉛 好來 看完反應是 誰氧化誰還原 誰氧化劑誰還原劑 氧化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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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 誰氧化劑 誰氧化劑 氧化簽 氧化簽 請坐 氧化簽叫做氧化劑 氧化劑 鐵跟美誰活性大 鐵跟美誰活性大 鐵跟美的活性誰大 鐵跟美的活性誰大 女生是不是要被我抽完 怎麼都抽不到女生 你們班 也不會有18號 8號 8號 美的活性比較大 所以他有沒有 發生反應啊 你活性比人家小 就搶不走人家的氧嘛 所以會不會反應啊 不會 他既然不會反應 所以會不會有什麼氧化還原 沒有啊 那有沒有氧化劑跟還原劑 沒有啊 就是我們講過的 你要知道 根據實驗結果 判斷活性大小 根據活性大小 判斷實驗結果 知道誰氧化誰還原 知道誰是氧化劑誰是還原劑 然後在外加上 誰是好的氧化劑誰是好的還原劑 誰安定誰不安定 這就是你要學習的重點 可以嗎 可以